中国女孩的二船位置仍然是薄弱环节,被誉为美女二船的姚迪这两年止步不前,令人感到遗憾。 其实,郎平在六年前,曾经想中另外一位美女二船,颜值比姚迪还高,而且也有很高的天赋。 客气因伤早早退出职业队,令人扼腕叹息,许多人遗憾,白想这位美女二船,像是一颗流行划过天空,四年前的白想做了一个重要决定,离开了恒大女排,成为吉林大学的一名学生。 今年夏天她本课毕业,并且继续在吉林大学夜硕士,白想身高一米八十八,是郎平非常喜欢的高歌二船手,很有灵气。 2012年的国中学生女排联赛决赛上,白想帮助长春是十一高中夺得了冠军,表现出色的白想被郎平相中,爱才心切的郎平为她开出了很好的条件,直接进入恒大女排一队。 大学本朔联读,退役后安排工作,十七岁的白想从一位高中生,一跃变成了恒大女排的二船新星。 郎平在那时候就喜爱高歌二船手,立于奥运周期,她积极在陪沈静思再次得到验证。 不过,白想毕竟不是专业球员出身,她还需要打磨基础,在恒大女排并没有很快冒间,而在2014年,白想回到地方对打比赛严重受伤,这让她不得不进行总结合反思。 19岁的白想做出了重要决定,退出职业队,进入大学,白想是绝对的大美女,身材云橙,容貌将好,被球迷们称赞颜值超过慧若其,腰低。 可惜,因为伤病,她,离开了职业队,也失去了进一步蜕变,进入国家队的机会,反想在吉林大学也打排球,但是,更入重学业,只为一提的是,虽然反想没有进入国家队,但是她的男友唐川航,替她实现了梦想。 唐川航是八亿男排接应,身高2米01,去年的全运会上,唐川航作为八亿男排的重要火力点,帮助球队夺得了金牌。 唐川航目前是中国男排的一员战将,单高男排头号球星将穿的替补,唐川航与反想都是出生于1995年,两人已经相恋多年,感情非常好,经常在微博上秀恩爱, 反想的微博头像就是唐川航,今年夏天反想本课毕业,唐川航和她拍了一组毕业照,身穿军装的唐川航运气逼人,而身穿玄势服的反想美貌如花还带又书卷气,真是郎才女貌,离开了职业队,反想依然有梦想,正如她在微博上写的一首小诗,四年前的抉择,一年前的坚定,每一次努力,都是幸运的伏笔, 下一个两年,继续往前吧,任星辰大海,一梦为马,反想不仅是美女,还是才女